《周朝》 我們以前也講過 周朝其實是叫人文文化 它已經跟商代的這種 以祭祀為重的 這樣的文化氛圍不太一樣了 所以說孔子他也說過 夏上宗 英上智 周上文 它是崇尚人文文化 和比較切近現實的一個東西 那回到這個教室 應該是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 當時你在去德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學校裡的 這個新媒體的藝術教育 還是個空白 那麼現在當你作為一個教師 面對學生的時候 你會怎麼向他們傳授一些 藝術方面的一些知識 其實我今天上的那課 就是傳統藝術分析 這也是我自己開的課 因為我覺得創新和傳統的那種關係 我們原來的認知 其實當中是有誤區的 就是當我在上學的時候 當然我們其實學的是一些 還是傳統的東西吧 但是我們自己覺得我要去做創新 我要做當代的 我要做前衛的 那麼就認為跟傳統沒少關係 我要做一個前無古人 和無來者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對創新的一個 有偏差吧這個認知 因為所有的創新 它都基於前人的一種知識也好 和它的積累也好 經驗也好 你在它的技術上再往前走 我覺得這個是創新 否則的話你就退回到原始階段了 所以說我就開這個課 我就是覺得它先得了解傳統 傳統對創新並不是一個 其阻礙作用 而恰好它是一個營養的來源 我覺得作為學生 有這樣的一位老師 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 我也挺開心的 那麼因為你一直被大家稱為 是一個最善於和反一次相處的人 你是不是還保有這種 對事物的一種懷疑的態度 當然就是說是個開放吧 我覺得就是保持一個開放心態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藝術是跟科學是不太一樣 科學要求是精確性 或者說是一個很確切的一個答案 但實際上今天的科學也發現很多 到了最終極的地方 也是無法找到一個確切的一個 那個定論的東西 沒有 實際上藝術也是 它不是一個給標準答案的東西 就是你從窗戶裡 每個人可能都看到自己 能看到的不一樣的東西在裡面 今後就是對未來 對自己的這個工作 有哪些方面的一些計劃和希望嗎 當然就是年齡越大 就這個方向可能會越來越明確 就比如說我可能 在藝術創作方面的探索 主要就是集中在關於神話的這個主題 當然動畫的這種形式 繪畫的形式 我覺得這都是我可能未來工作的一個重點 我覺得就是藝術家其實可以說 他的路越走越窄 為什麼呢 就是說當你剛出來的時候很年輕的時候 你不太確定你的方向就是 是好像任何一個方向都是有可能的 你還是尋找 對你任何一個方向都可能的 但是當你越來越確定的時候 你就可能就只能往一個方向走 然後這個方向呢 它又有點像一個淘金的過程 就是把那種雜誌 就是你不要的東西全部剔除出去 你會逐漸地 越來越清楚 你要什麼 你不要什麼 其實可能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到後面 可能走向一個單純吧 字幕仔薔农的 我敢再聽一下 levspace 雜誌 來 livspa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